今天来看一下一个安卓机还有一个苹果机的对比 然后一个是华速的rg3 12加256g的一个是苹果X2白色中心256g 这个华速的话要比这个苹果X2还要便宜400多块钱 然后是2020的机子 然后X2是180的机子 然后 我们现在用安兔兔跑个奔看一下 现在跑分已经出来了 华硕是712万分 轻松拟压苹果X2 居然比苹果X2还要便宜几百块钱 像这个华硕的rg3屏幕刷新率是240赫兹 然后苹果X2只有60赫兹 然后分辨率也是轻松拟压X2的 然后rg的手机就是最烧的 就是有这个信仰灯 我给大家点出来看一下 像这种华硕的高端机 我是没用过的 像这个打开的话 打开X模式 然后他这个信仰灯就会打开 然后他是有几种模式 有循环 顺散 还有一个静态 就是统一颜色的 然后他这个呼吸会一直变 一直变 然后很多种颜色 真的是非常的烧 这个华硕rg3是骁龙865plus的处理器 然后在跑本上是轻松拟压X2的 估计在运行上也是可以拟压X2的存在 这个机子是个客户专门找的机子 然后考虑一下 最好是入手了这个安卓机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 240赫兹的刷新率 可以看到都是 非常的流畅的 我都尝试点一下 大家对比看一下